灰色涂装超长驿展 这是台湾中科院研发的大型无人机 外型酷似美国死神无人机 还未投入实战 就引发超高关注 尤其在俄乌战争中 无人机大出风头 乌克兰频频用无人机摧毁俄军装甲车 无人机成了不对称作战的重要力气 同样面对强大武力威胁的台湾 是不是也同样适用 特别在不对称作战 那么无人机因为是可消耗的 那么也避免人员在前线受到伤亡 那同时它的整个建制的成本 那么相较于友人的机队 那是大幅的廉价很多 那在后勤补给或是装备的妥占率上面 的确值得规模比较小的小国 在面对大国的入侵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 它不只是只有骑袭 比如说后勤资源的时候可以做调运 或者是说在这个前进攻击的时候 可以扮演耳目 不过国军目前还缺乏攻击型无人机 类型较接近可执行自杀任务的建枪无人机 才准备要量产 现役的红雀跟瑞英都仅有侦查功能 被寄予厚望可搭载武装的腾云机 因为技术问题仍在测试中 要进入部队服役还不会太快 不过台湾必须要加快脚步 因为中国的无人机战力成熟 甚至还能外销 未来台海战争中 无人攻击机可能会是决战关键 如果行有余虑的话 当然是发展 更多的所谓攻击型 比如说建想的无人机 但是在所谓大型化 那我载台 比如载弹量更大化 其实这个呢 如果发展起来 会增强我们对中国 发动侵略战争的贺阻力 贺阻正是不对称战争的一环 目前除了自制研发 我方跟美国采购的MQ9B高空无人机 预计今年第一季获得发架书 恶无冲突 让人看到许多战争的新面貌 除了资讯战 网络战 无人机战力 同样让全世界眼睛一亮 在资源能力有限的状况下 无人机的战力 或许将是台湾国防 下一个重点项目 华语新闻 欢迎欧与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是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